一夜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王老師 謝謝王瑞瑜 好 大家看看我們的王老師 真的是一樣 對不對 我也要稱呼一聲小莊姐 因為她確實是我的這個 我最仰慕的一位大師 現場所有的長輩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們都是上帝的最愛 當然我們也是最愛上帝的 今天我的所有的一切呢 都榮歸於上帝 如果沒有上帝的話 我想可能我今天都沒有辦法唱歌 所以各位可以慢慢地用才沒有關係 不要理我 你們吃你們的沒有關係 其實我今天本來有想過說 是要先唱歌還是要先講話 事實上其實我唱歌比較熟練 講話比較笨拙 這個真的 因為在音樂磁場我們五個人裡面 我是最不愛講話的 也是最不會講話的 為什麼 因為我喜歡聽別人講話 因為別人講話是一種藝術 所以呢我喜歡聽別人講話 因為是一件非常舒服 而且也是一種非常值得學習的一件事情 我們現場有一位我們音樂市場的成員 胡一芬小姐 她是知名的主持人 來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對她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主持人 每一次我們五個人在台上講話的時候 一定就是她先講 因為她沒有開頭我們後面沒有辦法結尾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那當然女孩子比較會講話 因為三位女孩子都是蠻厲害的 而且都是很知名的主持人 首先呢我想我還是先唱歌好了 然後我再講見證好了 因為我唱這個歌曲呢 那我是有安排的 因為我唱的歌曲是詩歌 因為詩歌呢給我的影響最大 其實流行歌曲也是讓我改變了一些人生的轉捩點 但是詩歌改變了我人生觀 所以有了詩歌 我接觸了詩歌以後 讓我整個人的對事情的做法 想法跟看法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就安排了第一首的詩歌 但我準備的詩歌不多 因為雖然我時間很短 不過我也希望我的時間能夠過快一點 好 這個 我要唱第一首歌的時候呢 我必須要先跟各位講一下 我為什麼要選這首歌曲 因為這首歌曲 它跟我息息相關 我第一位我要感謝的人 是孫悅孫叔叔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 喔 認識 喔 認識 因為孫叔 我戒焉戒了16年 我沒有想過我今天會戒焉 然後因為孫叔呢 讓我再次認識了上帝 為什麼 因為我小的時候 我常常跟我媽 我們在住眷村 那眷村每個禮拜 好 我記得應該是禮拜三吧 我媽媽都會去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鄰居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說那我也去 好 我就去 後來我發覺去那邊以後 有吃的有喝的 我那個時候我只有9歲到10歲 所以那個時候小孩子 其實平常去講 童年是最難忘記的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會進去好奇 因為有東西吃 可是每個禮拜三我去了以後 我就發覺有幾個字 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信我得永生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印象 信我得永生 我就覺得 我從那個時候我就想到 信我得永生 是不是以後就不會死啊 我就這樣想 我就跟我媽去 其實我媽真的很有恆心 就是每個禮拜三 她都會去那個地方 我就開始聽他們 都唱一些我聽不懂的 然後講一些我聽不懂的 那個時候小 其實我們都不會去專心去 注意他們要講什麼 他們在唱什麼 所以每個禮拜三給我的印象 就是信我得永生 吃餅乾 有東西吃 有東西喝 我就每個禮拜三就去了 我也不懂 什麼叫受洗 我完全不懂 那後來因為我父親的因素 我媽媽就沒有再去了 因為當然就是家庭主婦 如果耽誤到給小孩子做飯 可能我父親就會不高興 我父親是軍人嘛 就因為這樣子的因素 我們就沒有再去了 我相信我個人的經歷 對現場長輩們來說 根本就不算什麼 因為你們的經歷 你們的心路歷程 比我還精彩 那在我這個年紀 我才58歲 我不知道我的路還要走多久 但是這58歲 這58年當中 其實 我不能說我很坎坷 但是 但是 我沒有想到 我有一天會 會起落 會這麼的大 當然如果沒有 耶穌的依靠 我可能走不過來 因為 很多人喜歡聽演藝圈的八卦 可是我是 我是從來不會講演藝圈八卦的人 但是我只會講我自己 今天來這個地方 我可以講我自己的經歷 所以 我要感謝孫悦孫書 就是因為第一個 他讓我戒煙 他讓我認識上帝 我第二位要感謝的 是叩牧師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 叩少恩叩牧師 叩牧師跟我們有非常 非常深的淵源 跟我們演藝圈也非常深的淵源 叩牧師以前也訪問過我 他也是很知名的主持人 叩牧師有一次我們在 藝人之家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句話 那是我最低潮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那天 會去藝人之家 正好那天 叩牧師講了一句話 他說 那時候快過年了 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 我希望你們現場每一個人 給自己許一個心願 我那時候就不知道 我要許什麼心願 因為已經這麼的不順利了 已經這麼低潮了 還有什麼心願可以選 還可以許呢 後來我就許了一個心願 就是放下 因為我知道要做到放下 真的很難 非常的難 已經快三年了 我平常心講 你說我放下了沒有 我放下了七成 因為這個放下是真的很難做到 人家說拿得起放得下 其實不是這樣子 因為很多事情 確實在你的人生當中 你是 友情 親情 很多方面 你是放不下的 那我就盡量 去做 可是我做不了的時候 我會請教叩牧師 因為我覺得他是最客觀的 而且我覺得 他真的會讓人家 整個把心胸給打開了 所以我第一首歌曲 我要帶來的 歌名叫做 有一天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首歌曲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我也希望你們 會唱得跟我一塊唱 好不好 有沒有人會唱這首歌曲 大學成 哎呀 那要問胡亦芬啦 因為這首歌 這首歌 這個歌詞寫得非常的棒 OK 我現在來唱這首歌曲 我要知道你們不會唱 我就換歌了 有一天 有一天 你若覺得失去勇氣 有一天 你若真的想放棄 有一天 你若感覺沒人愛你 有一天 那一天 好像走到谷底 那一天 那一天 你要振作你的心情 那一天 你要珍惜你自己 那一天 那一天 不要忘記有人愛你 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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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輕易說放棄 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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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真有一位上帝 他愛你 他願意幫助你 茫茫人海虽然寂寞 我爱你 伴你一生执救 感谢主啊 有一天你若感觉失去勇气 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 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 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 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 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 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 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 他爱你 他愿意帮助你 茫茫人海虽然寂寞 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 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 漫漫长夜 陪你走过 他爱你 伴你一生之久 漫漫长夜 陪你走过 他爱你 伴你一生之久 谢谢 因为这首歌曲 其实各位不要学我 为什么 因为当 真的 真的 当你跌到谷底的时候 你的心思会很乱 你会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会想不开 真的 我有这样子的经验 我有这样子的念头 可是 可是就很奇怪 当我碰到那样子的挫折 那样子的困难的时候 你 那个当下你就会 突然会闪过 一丝丝的一线希望出来 那就是上帝讲的话 为什么不照着我话去做呢 为什么 要凭你自己的感觉去做呢 所以就因为这一句话 我又回头 我说过啊 如果没有上帝的话 可能今天我不会 我不会坐这里 因为起伏太大 然后你承受不了那样子的 那样子的结果跟压力 所以你会 你会选择最简单的一条路 也就是最不负责任的一条路 就是因为你怕 所以当 当我认 当我知道上帝 我 认识上帝 想要再一次的去了解上帝 我觉得 我觉得 要有恒心 你要信 相信的信 你要肯相信 你要肯要 所以我才 我才进入教会 去听 我第三位我要感谢的 是我们一位歌手 叫王珍妮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 这一位歌手 他跟我认识三十多年 在 他每一次 都会寄东西给我 寄很多的书给我 很多的卡片给我 我都来不及看完 可是他每一次寄来 我都会 回他一个简讯说我收到了 谢谢 感谢主 那 我都会看 我都会看 当然我没有看得那么的深入 因为 这个 当然 讲理由是 时间是 自己掌控的 我都会给自己 讲很多的理由 有一次 我们到老人院去表演 他每一次都是跟我去 我每一次都会找他 因为他的价钱最好谈 因为他很 他很不愿意去 抬高自己的价钱 因为老人院没有钱 我就找了我的好朋友 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都蛮有钱的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 我们要去老人院表演 可是我们没有车马费 因为老人院没有钱 我说你们能不能够赞助我们 因为我要给这些 演艺人员 我要给这些歌手 他说好 我就请老人院颁发一个感谢状 给我的学生 本来去的话都只有1500块 2000块 后来我就塞了8000块给王真理 那表演完以后 他就把钱收了就走了 我第二天我就去美国表演 后来王真理就打电话给我 因为我在美国 王真理打电话给我说 赫瑞宇这个钱是不是给错了 我说没有啊 他说怎么会那么多 我说这个叫多啊 我说我给你就收 他以为给错了 他不敢用 我说你为什么不敢用 我说你现在哪里 他说他在医院里面 我说你在医院干嘛 因为我们都知道王真理是非常健康的一个人 而且他很爱运动 吃很健康 睡很正常 从来没有任何的恶习 我说你在医院 他说做检查 我说哦 我说严重吗 他说没有 不严重 我说好 那你什么时候出院 他说还要在两个礼拜 我说好 我说那我回来来看你 各位你知道我回来 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 我快不认识他了 他已经瘦了26公斤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会突然这个样子 后来发现他是肝癌的末期 那肝癌的末期其实没有人会知道 每一个人都隐瞒王真理 那我去看他真的很难过 因为三十多年的好朋友 一夕间突然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也知道 宋达明 宋一鸣很多 很多都去看他 那我去看他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 他妹妹也在 然后 我们也有做祷告 因为我知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 去安慰 我觉得越安慰越难过 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样 要讲什么话在当时 我就说 我只讲了一句话 我说外面有很多人 要等着你去表演 我说你赶快好起来 他就很开心 只要 只要他听到要表演 他就很开心 我说 我说 很多美国的 像我姐姐跟她也认识 我说美国也等你出院 就去美国表演 这是给她的一个 给她一个目标 给她一个动力 让她好起来 后来她妹妹跟我讲 她的肝癌默契的时候 确实很难过 确实很难过 所以 当她离开的时候 我也去送她 我也去送她 所以我知道 生命真的很可贵 因为我曾经也想亲生过 因为上帝救我 可是我觉得命运很捉弄 当 当我一关还没过的时候 所谓的放下年没过的时候 我又突然倒嗓 我完全没办法唱歌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 整整三个多月 我都没办法讲话 都没办法唱歌 到有一年的12月24号 我代表 我代表这个 基督教去表演 还有我们音乐磁场 我们三个女孩子 我完全没办法唱 我完全没办法唱 我就跟她讲说 我帮你们伴奏 整整三个月 三个多月 后来我去动手术 动手术之前 我找寇牧师 我找寇牧师 我说寇牧师 请你帮我祷告 我说因为我 我要去动手术 我说因为我的身带 坏掉了 我不知道我以后 还能不能唱 我说如果我还能唱 我就为上帝而唱 所以我很喜欢唱诗歌的原因 这是最大的原因 因为诗歌里面 切切跟着我们 切身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 在平常都会碰到的事情 诗歌写得很清楚 它是一种激励 它是一种很正确的方向给我们 所以公公师就帮我祷告完以后 我才去做手术 那做完手术以后 我整整三个月没有出声音 因为医生说你三个月不能出声音 我就很担心我自己 我就很担心我自己 然后一直到四月份 就是满三个月 可是我四月底要去美国表演 所以我就很担心我自己 我就一直跟上帝祷告 我说主啊 希望祢能够让我的身带能够好起来 希望我一张口 能够第一句就为祢而唱 我希望能够让我很顺利的 将我的声音恢复到以前 你知道这是下很大的一个赌 我觉得是一个赌注 但是如果今天我生带没有好的话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 可能我也在做志工吧 我就不会再唱歌了 所以我就一直不敢出声音 对自己一直没有勇气去发声去喊 我就一直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以后 我想让他自己多休息 多休息两个礼拜 不要出声音 很多人都很佩服我 我三个月不出声音 不讲话 我不吃辣的 不吃炸的 不吃刺激性的 不喝冰的 我姐姐就跟我讲说 你能不能够唱 我说我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那你来干嘛 我说我来是因为上帝陪我一块来 我说等我张口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能不能唱 后来我在演出的前一天晚上 我在饭店里面 我就拿了吉他 我就自己一个音一个音的试 各位你知道很恐怖耶 那个声音很紧 就跟橡皮筋一样 很紧很紧 然后你发觉你的高音啊 控制不住 你要唱的ray 他就跳到me去了 你要唱到do 他就跑到soul去了 因为那个声带是新的 然后 然后就完全没有弹性 所以我就一直做运动 我去跑步 我三天半夜我去跑步 在美国 你知道多冷吗 我去跑步 让身体热起来 因为我知道跑步 对声带有帮助 我去跑步 然后第二天我睡觉 然后早上我还是去跑步 我知道只要跑步 我声音会开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声音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我就跑步 跑完步以后我就自己练发声 练发声以后 我发觉 声音稍微可以控制住了 因为晚上要表演 我就不敢一下子把声音唱得很高 我就一直跟上帝讲 我说你一定要让我达到那一个音 我以前可以唱很高 可是我现在不敢唱高 所以我就跟上帝说 你觉得我哪一个音最美 你就让我唱到哪一个音 我给我自己也定下这个目标 我希望我能够唱到咪 C调的咪 可是偏偏那天晚上 我的这个一调夹夹错了 我多夹了两格 各位多夹两格就是 这是两个半音 我完全不知道 可是当我唱起音的时候 我没有发觉 可是当我唱到中间 快到高音的时候 我发觉有一点不太对 我一个闪神 上帝啊 我就讲了这三个字 我就心里默念这三个字 后来我唱上去这个音了 你知道唱完以后 我这个一生都是汗 因为我对我自己 真的没有很大的信心 如果没有上帝跟着我 我就过不了这一关 谢谢 所以我说 我真的不会讲话 我觉得我讲话 好像在念书一样 我还是先唱第二首诗歌好了 那第二首诗歌我选的是 我觉得我要脱眼镜 因为我看不到歌词 五十八岁 虽然没有那么年轻 但是老花也还是有 好我要带来这首歌曲呢 是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们知道这首歌吗 你和我 是天赋爱的创造 每生意 每个人都越来越沒有 每个人都越来越美了 每个人都越美了梦想 每个人都越美了梦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 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拥抱 所有我们的爱 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拥抱 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现在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 扶持拥抱 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爱因神宣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我们一路长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因神宣爱我们 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爱因神宣爱我们 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好 上聪敌王子之前呢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我们王院长所推出的这个黄金阅读 那当然有我们爱机会这个王副执行长 带来的这么多的书 这个放在应该在后面嘛 对不对 各位可以自由去 自由去去领 因为这个书真的很棒 因为我都有看过 但是都没有看完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时间 但我会找时间看 那我们也非常的高兴我看到 哎呀我的好朋友 还有这个恩慈基金会的我们这个秘书长 哎呀太棒了 哎呀这个Oliver也来了 还有我们旁边那位 最美丽的那位小姐 Jensen OK 哇他们都来了 你看我脑袋瓜一想到上帝 而且看他们三个进来了 好你要听重提往事是吧 懂得珍惜爱情总是在太迟以后 而相似的滋味是一杯喝也喝不醉的酒 我孤独的心等了好久好久 才能忘记伤痛 而如今你又再次出现 叫我还能再说些什么 这一切都已过去 又何必重提往事 再次相逢 再次相逢只会有更多盘行 明知道往日不再 又何必重提往事 只有装作不懂爱情 只有装作不懂爱情 不懂你的心 这一切都已过去 这一切都已过去 因为我想到 各位有没有 各位想不想知道我 我一路走来 我唱过很多唱片公司 你知道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吗 我在民国66年 我出了第一首歌的春风 我跟环球唱片公司签约 唱了春风以后 春风最迈 因为是赵树海写的歌曲 那歌 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喜欢 老板说好 要帮我出专辑 准备做我的专辑的时候 老板去世了 老板去世了 公司就不想再做唱片了 好 银河唱片公司 马上在第二年 就要召集歌手 为什么 那时候很多的金银奖 很多的歌唱比赛 那银河唱片公司 也希望能够 能够稳罗年轻的歌手 他们也要出年轻的民歌 后来我去试唱 老板说 你就不是唱春风那位 我说对 那你不用试唱了 后来我就 那样唱片里面 我就跟齐琴 两个人 我们就在同一张的唱片里面 后来齐琴 一路完歌以后 就跳槽了 就跳到综艺唱片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去唱 沈彦演的那个 又见溜溜的他 那就剩我一个人 那老板就说 好 给我出专辑 给我出专辑 就出了赵树海写的歌曲 叫子夜徘徊 那我运气很好 我一出完以后 我去当兵了 老板就很气 就说老板就说 那这样子的话就算了 后来我当兵回来以后 真的 事隔很久了 银河唱片公司 跟同心圆唱片公司 合开的一家 叫同心圆唱片公司 就找我回去 希望能够帮他们唱 那我当然很愿意啊 因为我要还老板这个人情 就出了一首歌 就是刚刚大姐所点的 《重提往事》 你知道吗 《重提往事》 还没有发片影 还没有做记者会的时候 我就已经接到 六十个录影的通告 这首歌一定会红 在发片记者会的前一天晚上 我出了一个大车祸 你知道我那时候住新隆路 我们回家走辛亥隧道 我突然就翻车了 你知道翻车 我不知道怎么翻车 车子变成这样子 车子这样开变成这样子 然后这边 都没有事情 没有刮痕 也没有凹 可是我这一面全毁 然后那方向盘撞出来 打到我的胸口 然后我整个脸都是血 因为玻璃都破了 后来就不能上电视打歌 就只能做电台 反正那张唱片卖了十几万片 还算不错 可是我拿到的钱 只有一千块 老板给我的 我以为是一张支票 回家到厕所一看 只有一千块 后来我就送给 我就包给他女儿 做红包 后来经过六个月 我又出第二张唱片 叫做《夜神》 就取舍之间那一张 一发片的第一天 蒋经国去世 什么歌都不能打 什么歌都不能唱 所以你想想看 这种出片的命运 你还想出片吗 好不容易 我借了一些钱去开一个 去开一个餐厅 惨不忍睹 这就是我最低潮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可能是中了血的 我真不骗你 如果我先认识上帝 就不会这样子 然后 那个时候我最低潮的时候 突然瑞星唱片公司找我 说要做音乐磁场 太好了 各位那时候 我那个时候店一收以后 我欠了很多的钱 那个钱多到 当然不能跟一分比 但是也不少 然后唱了音乐磁场 我就很高兴啊 为什么 因为音乐磁场 那个老板 就是我当初在银河的 宣传部的经理啊 他说瑞瑜 我给你签合约 帮你出专辑 我说好 大家要先出音乐磁场 我说好 可能一分肯定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后来音乐磁场 我们出了八章嘛 对不对 从十五集到二十四集 二十六 二十四集 各位 我经过我的手 每一次唱完我拿到钱 在国语一张台语一张 国语一张台语一张 我拿到钱 就停五分钟 就还债 五分钟就还债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很期待 出专辑啊 可是 我们去终影表演 他在洗头 然后突然抱的一打开 瑞磯唱片公司 就是跟音乐磁场解约 哇 就是天大的震撼 我们都不知道啊 抱的一打开就是这样子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再也不接触唱片了 因为没有机会 因为真的这个 也许是唱片整个在市场上不景气 可是 可是 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接触上帝 我每天都祷告 我每天都祷告 然后 然后 这个每天跟 年纪大的人接触 因为我喜欢去老人院 然后 我跟 我跟这个 这个 副执行长 这个去 养生 养生村 跟老人们 这个一起接触 还有我们这个 富美小姐 这个恩赐基金会的富美小姐 然后去跟老人 他们很喜欢老人 那我们就跟老人在一块 其实 老人并不老 各位 他们的心比我们还年轻 他们在里面待十年 九十几岁 他们跟年轻人一样 事实上 他们的观念没有退步 是我们退步 这真的很厉害 我说 为什么你们经常那么好 上帝跟我们在一块 我们年轻啊 真的 我们真的应该这样子 所以 我真的很喜欢去老人院 那去跟老人在一块 其实我觉得很开心 为什么很开心 因为 他们 很信上帝 我后来 才 很 很虔诚 很真诚的 每天晚上我都祷告 我每天早上我都祷告 我只要出门我就祷告 我只要找不到车位我也祷告 我就找到车位了 这是有人教我的一个诀窍 但你要很诚心的祷告 真的 我不骗你 他就是会找到车位 就是这样子 OK 这个 我今天的见证呢 其实就是我个人的一些 一些经历 一些路程 那我希望在我准备的 最后一首歌里面呢 我希望能够 大家跟我一块唱好不好 我也希望能够请 请胡一芬小姐 还有请我们恩赐基金会的 富美小姐 还有我们请我们爱机会的 推广黄金阅读的 爱机会的副指引长 上台我们一起来唱 这个爱的真谛好不好 那我希望我们大家一块唱 好 因为 因为我觉得很难得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只有你们我才认识啊 因为这么多人 其实我很 因为我第二次来 第一次来我很荣幸 我真的很荣幸 能够上来为这个 几位最美丽的妈妈们 来帮她们颁奖 来 我们可以上来了 当然可以 后面不是还有一支耐歌峰吗 大哥你伴猪吃老虎 你讲得好好 我刚刚在那边都流眼泪了 没有 我们上来之前 第一件事情别的都不要讲 先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大哥大姐好 然后我是胡亦芬 就是刚刚瑞宇大哥介绍的那位 好 亲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大家午安 我是基督之家的好朋友的 艺人之家和富美 然后我现在在恩慈基金会上班 然后很高兴认识我们 这么帅又这么有聪明智慧 又上门好的 这个王瑞宇大哥 今天很高兴能够被邀请来这里 谢谢 没有没有没有 后面那个桌上还有一支麦克风 就是后台后台 还有我们Carol 副执行长 你要上来唱歌 其实我平常听讲 最要感谢的是我们 这个小庄姐 对不对 因为我这一辈子长那么大 第一个没跟她见过面 第二个 今天第一次见面 她又介绍我 真的让我担当不起 那我也希望也欢迎她 能够上来一起快唱好不好 哇 爱是很久忍耐拥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战狂 爱是不自夸不战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救自己的义主 不轻易发怒 不尽算人家的恩 不喜欢不一致 爱是心和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孝心 凡是孝心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凡是忍耐 凡是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很久忍耐拥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战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取的义处 不轻易发怒 不尽算人家的恶 不喜欢不义是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凡是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凡是忍耐 凡是要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 好不好 再热烈一点 感谢他们 太棒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希望今天 我这一个小时 你们能够满意 安可 你们不会听太累吗 我会 好 你们要听 什么东西 哪一个人点春风 这么厉害 春风 我唱春风 春风 快夹进脚步 快到我窗前漫屋 请在我脸上请问 越过那千层的山峰 带给我亲切的问候 今年我们又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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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给我心的祝福 今年我们又再相逢 越过那千层的山峰 带给我亲切的问候 今年我们又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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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唱這個歌 對長輩來說 可能他們聽不懂 對不對 是不是 聽得懂啊 是 是 是 那有沒有 你們想聽什麼歌曲 我可以唱 主曲 名歌主曲啊 這個歌太冷了 你們想不想聽劉家昌的歌 劉家昌的歌可以嗎 一芬你幫我把那個吉他那個 吉他套子上面那個小方格那個拉鍊打開 拉鍊打開 有CD 那個是Color 這個其實我本來今天想要用吉他彈唱 我還有多少時間 好這個這個其實 因為有很多歌曲 這個 就這個 大家從第一首就開始放好了 很難得 很難得 很難得我有這個 這個機會 這個榮幸 可以在這邊唱歌給大家聽 好 那我就 我就唱 從第一首就開始唱好了 那你要告訴我時間喔 到時候你們有事情 對不對 那 這些歌其實大家都耳熟能詳 都很熟悉的歌曲 我是什麼時候姓主 對 對 你知道以前早期 那個福西南路 有一個恩光堂 有沒有聽過 我就在那邊 我就在那邊 後來我才進入了 藝人之家 藝人之家 恩光堂是我在 在二十多年的時候 我哥哥啊 你問我哪個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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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熟啊 哦 我不知道 這是我哥哥耶 那我哥今天怎麼沒來 對 那你怎麼沒有邀請他來 我 我們家六個兄弟姐妹 其實都很會唱歌 可是只有我 走這個行業 哦 謝謝 感謝 感謝 可以放嗎 好 你去放 哎呀 這個就是你們年代的歌曲了 對不對 音樂可以大聲一點點 來 OK OK 會唱的要一起唱啊 我又準備麥克風了 啊 時光一世又不悔 往事只能回味 一同年時竹馬青梅 兩小五彩日夜相隨 兩小五彩日夜相隨 春風又吹紅了花蕊 你已經也添了心碎 你就要變心 像時光難道回 我只有在夢裡相依偎 我只有在夢裡相依偎 掌聲鼓勵一下 哇 好 謝謝 還有人會唱 有沒有 誰對這個歌熟悉的 蛤 你們都那麼年輕啊 當場沒有人舉手了 來 歡迎 和我們唱歌 旹某年時出馬青梅 就能將前何時出馬青梅 再多年男子欲偷 一同年時竹馬青梅 兩小五彩日夜相隨 春风又催红了花蕊 你也今夜天了心碎 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灰 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哇 掌声鼓励 哇厉害 显然这边都是卧虎藏龙 有没有南线跳出来唱的 有没有 来来来 掌声欢迎 出来出来出来 哇 春风又催红了花蕊 你今夜天了心碎 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灰 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掌声鼓励一下 哇厉害厉害 好 这个 第二首歌曲呢 是三首歌串属的主曲 男孩子 有没有要上的唱 不是男孩子 男的 你以为这边好像都比我大啊 啊 好 来 听这个音乐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好 这首歌 接登下 有没有 接登下 有没有 昨天随风吹过 留下了今天你我 接登为谁明亮 照亮谁的寂寞 当我不再走过 当我不再走过 且等也忘记了我 我找到自己 哇 多倍耶 我 往哪里去 才能 找到自己 我去 依旧回忆 我迷失 在痛苦里 我去 让他过去 我去 让他过去 花花是米 我再不要爱人无依 啊 我找到 失落的过去 第三首歌 风拍片唱的温满的秋天 没关系有我在 温暖的秋天 秋天的虚心缘 夜里温暖的誓言 更叫人分外留恋 落叶一片 世纪一片做纪念 夜里有我两里誓言 今夜里秋天的温暖 只要我们两心不变 纵然在秋天里也有温暖 任秋风吹落叶飘 真情竭力在秋天 真情竭力在秋天 好 唱到这里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因为每一个都在看手表了 OK 我们掌声 我们来欢迎小庄姐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要谢谢 我们的热烈掌声 先谢谢今天的 谢谢大家 谢谢瑞宇 谢谢大家 我们真的要 刚刚听到她的见证 其实真的非常感动 她的见证非常非常的好 我想只是瑞宇很想分享她的歌声给你们 其实她的见证 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 经历到上帝如何的带领着她 我想真的 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是蒙福的 因为我们都是经历到神的拣选带领拯救 我们才能站在 坐在 站在这个基督之家的 All you close 这里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的主耶稣 谢谢 谢谢 我想可以说是 今天时间是有限 但是神多爱我们 知道每一个人都听的 都不想离开 但是明天 神为我们预备了 可以说是瑞宇 还有今天这个瑞 瑞 一分一分 我想 对对音乐职场 就是明天晚上的 所以我觉得 因着他们都有神的爱和良善 今天就毫不保留的都已经唱给我们听了 明天你们更要来 好不好 刘妈妈 你一定也要来 刘妈妈 我想刚刚好我们又比赛完卡拉OK 我想真的是难得的机会 在他们这么专业的 可以说是每一位歌手 刚刚唱的真的是 让我真的好心动 我觉得好羡慕瑞宇 他们唱的这么好 我只会唱金句 真的唱歌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真的也应该要去 拜我们的瑞宇老师学习 这个歌声 他的歌声歌唱 好 在这里呢 我们最后 要把所有的掌声归给我们的